您好 欢迎收看3月3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佳慧 花莲县112年动员赞颂及防灾三汇报 第一次定期会议 日前在花莲县消防局6楼灾害应变中心召开 由县长徐正伟亲自主持 除了期许各单位都发挥好横向联系的功能 全力投入防灾演练 也颁发各项有工单位和新任委员证书 花莲县地处太平洋兵常见台风地震侵袭造成的灾害 花莲县112年动员赞颂及灾防三汇报第一次定期会议 27日在花莲县消防局6楼灾害应变中心召开 与汇报召集人县长徐正伟主持 另外还有东部地区赞颂汇报召集人陈建毅中将等单位和长官出席与会 虽然这是一个点练 但是不是无知不来而是有何感知 我们要在与时就准备好模拟训练之后 如果真的需要用于时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纵向横向的整合才能够推进 我想在这整个演习当中 第一个 让我们各乡镇的首长知道你的工作 你的责任 你的任务在谈 你的分配 第二个对于花莲县证各局处 无论是农业处 明镇处 卫生局 环保局 建设处 以及相关的局处 当暂时的时候 我们各分组的职责在哪里 除了定期召开会议 也针对基本战力调查 物力调查 及签证作业 后备军人等作为会议报告内容重点 另外也颁发各项有工单位 新任委员 专家咨询委员聘书 此盘各单位发挥横向联系功能 落实防灾整备 全面强化救灾离灾防灾工作 将灾损减至最低 保障乡亲生命财产安全 做好万全准备 因应不时之需 这次蒋包业 黄林师报导 黄林师报导